各位投資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點時曾經 我是運導頭顧陳時輝 今天10月25號星期五 當然最近整個盤面 大盤都相當糾結 所謂轄幅震盪 但是最近我一直講 大盤的點數不準 要看的是漲跌加速 像今天大盤雖然是紅盤 大概在百點左右 但是跌的加速 尤其是上市的 上跪的當然好一點 但是一樣 整個盤面大家會發覺 還是跌的股票比較多 其實整個大盤 當然最近我一再地講 美國總統大選之前 大家就會發覺有一個很常見的現象 什麼現象 第一個量縮 量能會不足 最近都這樣 當然今天更是 可能今天也是禮拜五 接下來另外呢 另外就是因為之前台積電挑上來了 當然它回撤 一方面它回撤 為什麼回撤 因為整個攻上來之後沒有量 這個跟我剛剛講的 包括美國總統大選當然是最重要的 還有什麼 還有美國的一些大公司 再來接著也要陸續地公佈財報 這些大家都還是會稍微先觀望 當然多頭就會稍微熄火 但是整個大盤盤面大家一樣 我一再地講整個格局 放大格局來看的話 這整個多頭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說 操作商你當然要留意 每一種情勢底下 每一個盤勢底下的操作當然不一樣 今天我在Lightlight上面也有特別提到 大盤低量其實就是布局的機會 多頭格局裡面大盤低量 就是布局的時機 等到量再出來 你布局的股票可能就衝上去了 先播種後收割 但是在這裡布局就是什麼 布局整理過的股票 當然我昨天也講過 目前你布局的重點有兩個 第一個因為季報要公佈了 所以第一個你要盡量去挑選 第三季營收優於前兩季 也就是說它營收是逐漸成長的 當然股價就會有想像空間 也有進步的空間 對不對 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技術上 你就是要挑整理過的股票 大家會發覺基本上 我帶著會員 你看獲製成功 很多時候我都是在低檔 布局整理過的股票 這一點大家可以再多留意 那當然我現在再回頭過來 稍微講一下大盤 稍微講一下大盤 為什麼呢 英雷 最近是不是又回檔了對不對 我放 那可能大家又擔心了 那我還是在從這裡開始講 在這裡後來跌下來 那我告訴大家有一個短期支撐 然後為什麼這個短期支撐 有道理的 短期支撐這個還沒破之前 大家都不用太擔心 因為當初危急的時候 這些量它把它拉上去的 那這個時候只要它不破 表示什麼 表示多頭還在 多頭沒有棄手 結果後來是不是就挑上來了 是不是我說的基本上 跟我說的一樣 挑上來了我就告訴大家 第二支腳出現 第二支腳出現就是要上去了 最少先攻即限 對不對 好 那當然即先攻上去了 那反而我也會告訴大家 第一道防線 攻過去了但是它會回撤 一定會回撤 為什麼 因為剛攻過去還是有解套賣壓 甚至是短線獲利的賣壓 你只要不追高多頭 接下來它確實就在即限上下晃 上下晃我就把它定義成區間震盪 區間震盪大家在等什麼 等台積電的法說會 而且我緊接著告訴大家 法說會會決定台股的走勢 它可能就會脫離區間震盪 後來果然台積電法說會相當好 跳上去了 那當然為什麼我那時候 台積電跳上去 你看這一天大盤在這裡 我特地還在這裡畫一個支撐 因為我就預告大家 基本上它跳上來之後 你不要急著追 會回撤 就跟當初上季線之後回撤一樣 它會回撤的 但是整個不影響多頭格局 所以我一再地告訴大家 整個短線支撐就在這裡 那當然當你擔心的時候 為什麼我今天還就掉重提 因為整個這裡的情勢也好 甚至這裡的情勢也好 基本上都比現在糟糕很多 現在的情勢沒有很糟 那稍微回檔你為什麼會害怕呢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真的害怕 那好 我是不是告訴你上緣是一個支撐對不對 那中期呢 這下緣 整個這個區域就是一個支撐 這個支撐基本上我認為完全不會破 當這個支撐真的破了它才會轉空 為什麼 因為多頭好不容易建立的碉堡 它不會輕易的棄手 今天花點時間來告訴大家 所以整個盤跌下來 那我剛剛才會告訴大家 布局的機會 我剛剛才會特地秀 我在light上面寫的 布局的時機 先播種後收割 我昨天就開始提醒大家 跌下來其實很多像我本身對不對 成功的機會都是在它底下的時候做布局的嘛 先播種後收割嘛 對不對 很多股票嘛 在這裡提醒大家 當然尤其是時機來了 那當然反而為什麼你當初在好時機 你都沒有你的份 因為在好的時機你會害怕 你會看了很多的消息 都告訴你不好的嘛 對不對 而其實目前正是一個好的機會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談一檔 我長線看好的股票 就是2317的鴻海 雖然它最近這幾天在整理 對不對 那我一再地在節目中就有告訴大家 整個鴻海我是看好的 因為它有四大力多 包括電動車 AI代工 蘋果新機跟遊戲機 而且基本上如果說它有回檔 那其實是最好的機會 所以其實我是布局在底下 然後這裡呢 這裡再布局 為什麼 因為它剛好又有機會回碟下來 然後後來就上去了 對不對 你現在回頭過來看 我講的在這裡嘛 這一根嘛 你回頭過來看 你長線布局的話是不是 你布局好之後安安心心 而且這麼大型的股票 對不對 對不對 也不錯啊 也有二十幾%了啊 雖然最近稍微回 還沒到217回下來 今天是在大概213.5 一樣嘛 尤其是你自己有自己的事業 你在上班也好 或是說你還有小孩 有家庭 甚至你不想花太多的時間在股市裡面 OK啊 這個就是長期穩定的股票 我都會帶著會員去做布局 因為每個會員它的形態不一樣嘛 安安心心嘛 所以如果說你是上班主 或是說你本身就有很大的事業 當然我也建議你 每一個都有自己的專業嘛 你在自己的專業的領域 你在自己的職場上好好的打拼嘛 那投資這一塊就交給我就好了嘛 對不對 安安心心嘛 你也不用衝來衝去啊 衝來衝去之前你也賺不到錢 對不對 不用嘛 好好做布局嘛 好的時機我們進場做布局之後 安安心心嘛 你就翹著腳 真的翹著腳等著它漲嘛 好 那當然 不是說每一次都這樣 而是因為時機的問題 你要看得準嘛 好 那接下來 我再來談一談 今天大家可能消息裡面大家都看到 昨天特斯拉大漲了兩成以上 那當然它顯示就是什麼 就是未來整個的營運很好嘛 展望很好嘛 包括毛利率都往上提嘛 那相關的 當然特斯拉相關供應鏈很多 那我在這裡我就一再地告訴大家 其實有一檔跟特斯拉其實關係很密切 哪一檔定影投控 那當然我會特地告訴大家 基本上是因為它還沒漲上去 所以我特地告訴大家 機會點在哪裡 電影投控整個基本上 當然它之前做PCB版 那最後來我看好它的原因是因為HDI版 那它最近一直積極地在提升它HDI版的整個在營收的占比 那這個HDI版其實就是運用在汽車電子 當然包括AI的伺服器或網通 整個的板子都需要 但是整個其實電影基本上 它是特斯拉的供應鏈嘛 那大家都知道特斯拉接下來要發展什麼 發展機器人車隊嘛 對不對 然後它要發展機器人嘛 對不對 這些都需要這些高階的板子 那電影投控當然不會缺席 而這些高階的板子其實帶動的不只是營收 還有毛利率 然後再加上我剛剛提過的 第三季的營收還是要好啊 你看電影投控第三季營收好不好 那股價呢 我總是在低檔的時候告訴大家的嘛 對不對 那個時候在騎11塊嘛 那現在還沒漲喔 那整個籌碼其實融資往下掉嘛 法人持股相當的穩定嘛 昨天也一樣嘛 基本上我的看法都不變嘛 尤其是第三季剛剛看過嘛 營收很好啊 基本上之前第二季的法說會 他們估計的第三季的營收 實際上比預估的還高啊 所以我認為整個它第三季的季報 基本上應該是不只是符合預期 應該還會還更好 那它下個禮拜就要公佈營收了 我們拭目以待 但是整個未來性 大家也知道特斯拉很好嘛 那它跟特斯拉其實關係很密切 也許今天股價沒有漲 大家會發覺很多特斯拉的股票 可能今天漲了 但是我常常講格局要放大 格局放大你才能夠真正賺到一波大的 好 這是定影投控 那接下來我再來講機器人 機器人也休息一陣子了嘛 那我在上個禮拜 上上禮拜提醒大家機器人 上個禮拜它漲了嘛 那這個禮拜整個做休息嘛 在10月15號提醒大家的嘛 對不對 禮拜二嘛 它那時候還在抵擋嘛 這個就是我告訴大家的 你要佈局什麼整理過的嘛 整理過 但是未來有前景的嘛 你如果在這裡佈局 基本上目前起盤 其實你也都OK啊 對不對 後來就漲上去了嘛 後來就漲上去了嘛 然後它回檔了對不對 那回檔基本上我認為 它還會來挑戰這個高點嘛 所以我是要 我是去報的嘛 為什麼 因為我持股成本低啊 那目前呢 我認為它會在這裡做整理之後呢 還會再來挑戰這個高點 法人雖然最近稍微調解了 但是大家要了解 這裡的高點 法人的持股水位在這裡 是融資 那你有沒有發覺這裡呢 顛倒 融資在底下 法人在上面 有沒有 也就是說這裡相形之下 比這裡籌碼穩定很多 籌碼持有者是不同人 這一邊籌碼持有者是散戶 這一邊籌碼持有者是法人 大家要弄清楚 那當然它第三季的營收還是很好啊 對不對 那當然這些 這些當然有很多的細節 衛松會看好有很多的細節 那我常常講這些細節 大家不用去太操心嘛 你只要交給我就好了 我們的責任就是帶著會員對不對 來股市獲製成功 那你要獲製成功 當然你要有你的專業 你要有你的本事嘛 我會幫大家來抓住這些機會 包括機器人另外一檔大英尾都一樣 對不對 10月16號 10月16號 我15號告訴大家值得嘛 16號告訴大家大英尾嘛 是不是 那為什麼 因為它還是足跡成長嘛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告訴大家10月16號 你進去做佈局 享受兩根漲停板 對不對 但是兩根漲停板之後呢 我是不是告訴大家不要追 為什麼 只要判一談 那整理整理之後再說 那後來呢 後來當然它就在整理了嘛對不對 這裡嘛 這裡10月16號嘛對不對 這是我告訴大家佈局點嘛 漲了兩根漲停板嘛 我就叫大家不要追嘛 你追在這裡的話拍坦嘛 當然啦 它算強的 它強勢整理 但是拍坦嘛 沒必要嘛 你要像我一樣 在底下起漲的時候做佈局嘛 輕輕鬆鬆嘛對不對 好 那為什麼我說輕輕鬆鬆 因為你可以再挑選其他的嘛 像同一時間 當大英偉跟直德都漲停的時候 對不對 10月16號在這裡嘛 10月17號大英偉也漲停了嘛 直德也漲停了嘛 那這個時候我的新會員就問我 問我要不要去追 那我就告訴他們不要追嘛 我也告訴大家不要追嘛對不對 我們再找另外一檔 2405的福信嘛 那時候它在低檔 股價當天也還沒漲 那時候它在低檔 然後那這兩天就漲上來 對不對 那我昨天也特地有告訴大家嘛 那我再詳細地告訴大家 基本上福信以前就是耗星 老市場的大家都知道 那耗星琢磨在這些系統上面 其實很久了 那目前我們國內的機場港口 所採用的人聯 或是指紋辨識系統 其實就是福信做的 那它就是什麼機器人的眼睛嘛 視覺系統嘛 那未來當然有它的未來性 那價格上股價整個在整理平台 整理很久了 那目前脫離整理平台 已經開始有資金在卡位了 這個就是大家的機會了 大家有沒有發覺 一檔接一檔對不對 那當然這些都要 都要你能夠真的有專業 而且細心努力地去發掘 那這就是我的責任嘛 所以在這裡歡迎大家 標股一檔接一檔 歡迎大家一起來圓夢 圓你在股市的夢 所以30週年感恩回饋 歡迎大家趕快來電 越早來 先來先贏 為什麼 年後起算嘛 你早一點來跟我做佈局嘛 股價有時候漲上去就漲上去了嘛 對不對 所以歡迎大家等一下就可以來電 那當然下半階段 當然還有包括像最近矽光子 還有我講的散熱 其實我一直圍繞在這三點 為什麼 這三個都跟AI相關 我認為未來還是要圍繞這些駐走 那短線上當然股價都會整理嘛 那究竟整理了之後下個禮拜有沒有機會 下半階段我會告訴大家 好 我們先休息一會 你們看 今天才會有三十歲了 30週年慶 感恩回饋 年後起算 先來先贏 刷单线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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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动乾坤 好 欢迎回到现场 那当然基本上我的责任 就是帮会员朋友们去寻找机会 那当然我最希望的 我常常讲 选对了资产之后 那当然我们要掉大雨 所以我在8月中的时候 告诉大家 8月20号的时候告诉大家重达 为什么积极地大力地告诉大家 因为那时候它股价还没涨 在8月20号 我告诉大家 其实它CPU产品 已经推出来了 只是要到2025年才会大量生产 它跟美国博通合作的 甚至我在短视频 个人的短视频 有没有8月22号 那时候股价都还没大涨 CPU族群中隐藏的明星 这些大家在网路上都查得到 甚至8月23号股价也还在低档 我也一直在告诉大家 基本上它的业绩会越来越好 这个高点基本上我认为是会过的 后来果然涨上来了 我还是提醒大家这高点会过 为什么筹码上来讲的话 整个外资机器在买 后来果然就涨上来了 7成 甚至整理整理之后再往上跑9成 当然在整理的阶段 我也告诉大家 整理的时候你就可以 短线上我们调节一下 所以我会员持股 当然我也调节了一半 但是整个我认为它还有后市 整个我们来看 整个目前重达它在整理 短线上它上次整理一波涨上来了 对不对 目前大家还是可以多留意 为什么整个均线来看 三线还是翻多 为什么整个CPU产品 整个光通讯 整个吸光值 未来的潜力十足 当然很多时候我常常讲 选对池塘 然后尽可能 当然我们要钓大鱼 我希望的是大家能够来跟着我 在底部做布局之后来钓大鱼 尤其是你如果是上班族 你比较没时间看盘的OK啊 好好做布局更好 当然你要股价涨那么多 当然你要给它一点时间嘛 我常常讲股价没有天天涨停的 没有天天涨的 我的股票没有天天涨停的 不需要 但是它就会涨上去 这个才是你要的嘛 好 那当然这个是8月做布局的 那当然最近当然还是有 因为我持续看了这个产业 当然我还是有 那最近整个光盛嘛 对不对 在10月8号嘛 那当然光盛这一波我也有做 那这太久了我们不讲 在10月的时候呢 我等它整理完了之后 基本上我又认为可以进场 而且那时候股价在低档嘛 是不是 那当然有机会来的 我就会带着会员做进场嘛 400块以下 对不对 那当然它后来就 开始一路涨了 不管涨多涨少 我常常讲股价基本上 你看嘛这一个W嘛 基本上不一定要每天涨停板 但是它就会一直涨 它就会一直涨 即使是留一个上影线 我一样认为它还会涨 后来还是涨停的嘛 对不对 然后呢 然后它跌的时候你要抱得住 10月17号跌的时候 跌的时候我是怎么告诉大家的 峰回找买点10月17号 你才真正赚得到大拖 你跌的时候一下子就卖掉了 那弹上去就没你的份了嘛 对不对 后来到507了嘛 对不对 也100块以上了嘛 那当然最近整个它还是在做整理 最近整个它在做整理 我还是一直告诉大家 基本上你只要低档做布局 基本上你不用太担心嘛 我还是认为股价整理以后 会再攻高点 会再攻高点 那法人呢 其实他持股还是高水位啊 有没有 你有没有发觉 这都谁买的 法人买的 不是融资买的 那包括营收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营收要好啊 要足迹成长啊 好 那包括什么 包括仲达都一样啊 仲达最近 我也告诉大家短线上嘛 对不对 10月7号嘛 都在10月初嘛 那时候仲达还没涨啊 后来呢 后来是不是10月7号就涨一波了 大概两成多嘛 那最近我又告诉大家 短线要留意了 短线要留意了 它一转强大家就要做留意 为什么 因为这些股票都还是未来性十足 我再给大家看一个资料 联雅公布了 它前三季 第三季好不容易转亏为盈 那它前三季的EPS 其实还是富的 但是它股价今天还是很强哦 还是很强哦 法人还是买哦 表示法人还是看好 整个吸光子CPU的后市嘛 当然融资就会害怕了嘛 但是是法人买的 好 那你回头过来看 我告诉大家的仲达有没有 8月份七十节就赚了1块多 而且那业绩越来越好 有没有 越来越好 而且爆发性持续 对不对 包括光盛 刚刚讲过的光盛 一个月9月份就赚了1块 那即使是滑行光都一样嘛 赚比较少 但是它都是赚了 这些大家就可以多留意 那当然接下来整个 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看散热 散热基本上我认为 还是持续看好 那股价在这里做整理 大家会发觉 法人没有卖都是融资在卖的 所以这个我都觉得 来挑战这个高点都有机会 为什么 因为明年散热还是看好 包括建准都一样 明年散热还是看好 所以我认为它整理整理 包括建准它量先驾行 那当然最重要的 其实这些机会 如果你掌握不到 没有关系 我欢迎大家一通电话 直接来跟着我操作 30周年感恩回馈 欢迎大家的来电 当然也预祝大家下个礼拜 操作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